主播帶你來關心 在16號中午12點多的時候 新北市板橋的民族路 發生了一起車禍意外 畫面中可以看到 當時一輛黑色轎車 準備是要左轉的 但是卻疑似沒有注意到對象來車 因此跟這個外送員發生了碰撞 當時外送員被撞上後 是整個人翻了一圈之後 幸好他傷勢並沒有大礙的 不過當時碰的好大一聲 讓附近民眾聽到聲響 紛紛出來查看 現在你聽一下 稍早訪問 就聽到聲音啦 聽到撞擊的聲音 就砰 然後 馬上打 然後看到機車騎士 滾到前面去又爬回來 對啊 然後我們同事就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其實這台黑色轎車 並不是一般的轎車 它是馬沙拉 地光是新車售價 就要三百萬元起跳 而當時呢 其實這名駕駛是載著一名女性 有人可能是準備要出去玩 但是卻在途中發生了車禍意外 在事發當時呢 這名駕駛疑似也是飽受驚嚇 因此是在車上待了好一陣子才下來 我可以看到呢 當時因為撞擊力道是相當大 因此騎士被撞傷後 整個機車的車頭都已經潰縮 部分的車殼零件其實也都已經毀損了 不過雙方呢 幸好都沒有太大的傷勢 但是就有民眾透露說 其實這個路口的設置疑似是有點問題 常常會有車禍發生 因此警方也特別強調了 如果民眾要經過這路口時 一定要多加注意車流狀況 以免發生意外